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任何一个人活得比旁边的那个人更快乐 人人都不知道到底明天会发生什么 到底明天会变成什么样 心态好一点了吧 还能安慰自己说或许不远的将来就变好 不远的将来是多远 这件事情我画一个问号 一定有那一天的 我觉得一定有特别美好的那一天的 但是那一天 我还能不能回到那一天 我现在在问这件事情 昨晚有一个大哥给我发一微信 他说我就怎么那么羡慕你 然后他就说我怎么那么羡慕你 哎呀 他说我就羡慕你 你看你无牵无冠 拔腿就走 你知道我们多少人就是被绊在这儿了 其实这些大哥们他们也是游人见机 他们看到你的这个情况 嗯 就想到自己的现状了 哎小灰这是我昨天晚上十点钟那次核酸 嗯 你说这会是我在国内的最后一次核酸吗 肯定是了 你现在马上就要走吧 我再过几个小时就走了 再过几个小时飞了 谁去天上捅你嗓子在哪去啊 那就最后一次了呗 会不会 会忽然间过上了不被捅的日子 不爽 不爽 你看过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吗 贫嘴张大民 当他家搬了楼房之后 张大民第一个不适应的是什么 他那呢 那树没了 所以我真的害怕 当我的脚踏到了一个 新的土地的时候 我每天噗通一下就做起来了 没做核酸呢 你说如果有一天你真的是就是突然进行啊 说哎呀我要做核酸了 突然发现我不在中国 那一刻 应该是庆幸的还是失落的呢 哎我很复杂 这个事可能就会发生在三两天以后 这段时间所有送我走的人不乏 流眼泪 我就说你们哭你们的 我就不陪你们哭了 不是说我是一个无情无义的人 而是我没有时间哭 很多人 还把我当成一个希望呢 身边的朋友 有好多人把你当成一棵大树 嗯 就是我不我不管遇到什么事 遇到什么问题 我可以去那去你那个树下躲一躲 或者是去那个树下进一进 但是这个大树就没了 其实突然好多人会觉得 也挺没初心目的 尤其是现在有这个形式 嗯 所以啊那天我就跟他们打去说 别老哭了 白酒干了吧 等将来呢 我在外面 看着你们失业的失业 破产的破产 还得天天被捅嗓子眼 然后动不动就是几个月出不去门 我到时候替你们哭 但是大多人哭吧 也都是双向的 一个是确实也舍不得你 一个呢 其实 我觉得啊 对也是有一贯苦痛 有一天我碰着几个时尚界很厉害的大佬 嗯 啊 他们就跟我耳朵旁边说 夏河 我感觉快没有这个行业了 真有这种感觉 他夏河我感觉没有时尚界了 时尚没有用了 而且 时尚界 大部分时尚界的人士 都被封在了上海 这还不是最可怕的 最可怕的是 解开了以后行业没了 自己又拿个条 把自己给封上了 吃不上饭的时候 谁还管这衣服漂不漂亮吗 那当然了 小的时候春晚里面 一句经典台词 是本身大叔跟范伟说的 吃床都没了 你还凑美呢 哈哈 只有那时候的春晚 让人印象深刻 对 你们现在还看过春晚吗 很少看 哎呦好像 当个背景音 过年的时候 剧少都觉得得有六七年没看了 嗯 现在就是一些文化好意 就到了那种 自从春晚 他不像春晚了就不看了 所以我记得那个年代 我记得有一次 一个主持人问本山大叔 说你的小品之所以 这么棒 这么火的原因是什么 你有什么创作灵感 本山大叔就说了一句话 在咱们中国 你只要说实话 他就是笑话 你只要说实话 他就好笑 哎就本山大叔这句话 现在都不能说了 对 现在就是主流说什么 你就跟着说什么就可以了 你最好不要跟着说什么 你要么就点赞 你要么就闭嘴 过去是什么 哎您上厕所呢 我赶紧蹲底下舔去 拉那个大舌头 您拉多少我都给您吃了 今天是什么 人家蹦低 你还得舔还得舔准了 如果你敢舔上裤子上 那给你俩大嘴巴 现在就是太路锋芒 就是杀神之祸 海拔劲不是啥好事 现在各行各业都是 现在呀 你但凡有点脑子的人 你就应该知道 过气是福 被人遗忘是福中之福 好几年没来这儿了 嗯 对 你也不去外地对吧 去外地走的那个大兴 现在一提起初博我就觉得太陌生了 就这两个字 这个词对我来说太陌生了 我觉得好多年没有提过这个词 以后都没这词了 小灰你不觉得吗 现在有的时候就是你一聊出国 你都感觉跟不熟的人不敢乱聊 就有的时候就在那个滴滴上 你说以前出国是多好多普通的行为 就跟咱们说我们去过上海 后去过广州 就这种感觉 现在我在出租车里面滴滴 我不敢乱聊这事儿 你指不定你碰见一个什么样的司机 对 他可能就直接质问你 你为什么要出去 你出去干啥 对 我们国外有什么好的 那全是病毒 还是是没人呢 对 后面还有 绿路 三 二 二 二 四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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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一家的房子 这就是我们的房子 这就是我们的房子 我们的房子 根据中国的号码公课行李的国家 和核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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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行李走了 这个地方呢 曾经可以说是世界上最繁华 最热闹的几个地方之一 香港机场 现在它全部的商铺和餐厅 都是关闭的 我本来的想法是 香港机场很多店我都很熟 很多餐厅特别棒 我这十几个小时 就吃个两三家餐厅咯 结果我想的还是太美好了 香港 毕竟也是中国的香港 而且会订阅 这也是中国的議案 你是中国的 可以做小《核酸》 和核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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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了关西的时候 那个妈妈哇哇的苦 说如果我再晚一天我就逃不出来了 然后你可能会被人家踩光剪掉了 不如什么就再给 来 first 谢谢 上一次见面就是刚才说吃海鲜那一次了 就是在大阪 18年 对 19年 我还说你早跟我说两天 我那个 不是 你就来得及了 不是 上一次见面应该是18年 为什么 因为当时我还带了一个男孩 他也是河南人 你们老乡 我记得 那是最后一次 对吗 那是19年 那是18年 真的 真的 那是2018年 因为19年他没有来过 而且19年 我来日本相对比较少 因为19年大部分时间 我是住在韩国 19年其实疫情就开始了 二三月份 国内先开始的 那是20年 你的时间混乱 我最后一次 离开日本的那一天 是2020年的3月7号 我是从东京的雨田走的 然后从那以后至今 这是再一次回来 中间有差不多两年半的时间 对 但是这两年半好漫长 这两年半 小月你不觉得吗 就是感觉人生过了20多年 这两年半 这个世界不知道怎么了 就是每个礼拜都有那种 轰动世界级的大新闻 各个国家 我的前40年去过 二十几个国家 出国的次数无法统计 无法统计 光韩国那么点的地方 就去了50多次 日本就更 只多不少 其他国家就更不用提 无法统计你出国多少次 但是 我刚刚下飞机的那一刻 我感觉我是人生第一次出国 所以我就很难理解 我甚至有时候会问我的客户 因为他们会有来日本的困惑 就希望我在这边 稍微时间长一点解答一下 比如说他们会问 我在国内是做什么行业的 或者开经营公司等等 我去了日本之后 我要如何生活 我要如何保障我 就是在日本的基本支出等等的 我就会觉得 那你为什么要来日本 就是你在国内明明生活的很好 小朋友上的学校啊等等的 都是当地的名校 对 为什么要来日本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 全部重新开始 而且语言又没有基础 对 还要操心签证的问题 然后有一次我还真的问出了口 我就说 你在国内情况各方面都挺好的 为什么要来日本 就是我的意思就是 你可以不用来了 花这么大精力 然后又很担心 我是很诚恳的在问他 你为什么要来 小月 我觉得我可以替你所有的客户 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想活着 你会发现每个客户 都有这样的一团绸云顶在头上 然后来向你发问 你无法想象 这些来自中国的有钱人 他们怎么了 他们为什么一个个的吓成这样 对 我没想活着 好沉重 小月你知道我是有一个母亲的 我从小呢 是跟父亲长大的 所以我跟母亲在一起的时间很少 但是 不管怎么样 她还是我的母亲嘛 我们彼此间虽然不亲密 但是觉得很尊重 我就想说 这一别不知多少年 她也那么大年纪了 六十几岁了 身体呢 可能也有一些问题 老年人嘛 你不知道哪天就会怎样 然后 我就想说 走之前能不能找去看看她 我现在好像都知道 你是我的生命的年纪 生命四年 我想 就是我走 而且她住的离我并不遥远 她住在中国的天津市 我们彼此间只有一百公里的距离 开车一个多小时 坐高铁半个小时 但是至今没有再见 我们最后的对白是什么 我的母亲 跟我通电话 她说你千万不要来找我 你要来找我呀 万一这路上有人扬了 有人怎样了 到时就把你们都隔离了 你就当务正事了 你千万别来找我 我就给当地的酒店打电话 我说我要去了会怎样 她说你去的来了先隔离 哎呀那我就不敢去了 因为你隔离不知道隔离多久 对吗 万一那个酒店还会有什么 其他人把我给怎样的话 这这岂不是耽误了正事 然后她能来吗 对不起她进不来北京 她不能进京 因为地方有政策 无必要者不得进京 那她显然是没有什么 必然的理由的 这不打紧 我们都是非常刚强的人 我们两个性格很像 然后我母亲就跟我说 那个我想跟你说件事 我在两个礼拜之前 把那个兽衣和那个鞋都做好了 有缘再相见 然后我跟她通这通电话说 我两个彼此任何人 一滴眼泪都没有掉 我记得大家都是信命的人 有缘再相见 可是听起来后呢 我为什么这次这么沉重 小雨你知道我是一个要讲实话的人 我觉得真实又尊严地活着 对我来说比金山银山都重要 所以我不要了 所以我不要了 我要做一个真实又尊严的自由的人 可是如果有一天 我的嘴自由了 小雨我知道 我再也回不去了 我再也回不去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